焦點視頻 逆境自強撐香港這一個節目 特輯 今集非常之慶幸 請到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作為一位玄學家 其實 在我們面對著新冠肺炎 香港人心惶惶 其實 我相信玄學也是同一樣道理 等我們知道某些事情之後 防患於未然 或者作出一個未與籌謀的打算 其實師傅 你有什麼的建議 或者意見給我們香港人呢 這個中國式的肺炎 真的影響很多人 我作為一個玄學家 我經常跟別人說 該死就不用生病 我自己都是這樣的信念 當然 自身的衛生 各方件 我們是要注意的 口罩 我們也是有戴的 想當年 沙士的時候 03年 我是未戴過口罩 因為那時候 還未做人父親 還單身 的 單身寡仔 我們是信命理的 知道自己也不止這麼短命 所以很大膽 整個沙士裡面 我是沒有戴口罩的 當然 也是繼續去投資 繼續去買樓 當時亦有置業 亦是賺了一筆 但今時今日 真是會害怕 因為有兒子有女 結婚 人的想法和心態都不同了 所以不辭各都會害怕死 兒子老婆亂 人的看法又不同了 我覺得 雖然是害怕 很多科學家或醫學家都說 這次武漢式的肺炎 中國式的肺炎 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全球有六成人會受感染 既然全球都有六成人受感染 我們更加不用怕 走到哪裏 盡人事而已 我們做衛生盡人事 一般清潔的我們就照清潔 其實生活都一定要有生活 如果真的太過憂心 又沒什麼用 反而令自己的情緒 令自己身體狀況更加差 我有些客人 尤其是女性朋友 平時武士都很經常懶惰 可能有些潔癖情況 現在面對肺炎情況 她們更害怕 每天都不夠好睡 每天都膽鏡仇怕 我看見她們都很慘 我經常勸她們不用擔心 你們的命沒那麼短 起碼都七八十 其實我真的安慰 有時候 看她們的八字 真的會不會沒事 但我覺得正面一點 又不需要太過擔心 太過憂心 因為擔心也沒用 正所謂 如果你說世界末日的 擔心也沒用 但我們玄學去看 香港始終是福地 當然了 2019年 雲勢風水上會比較差 但2019年之後 好像我們2020年 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差 既然我們有天時 有氣運 千萬不要讓自己人禍 影響到 人心也很重要 既然政府幫我們 不了什麼 我們就自己幫自己 自強不適 不需要太擔心 我相信 我們香港人 真的要學師傅所說 自強不適 是很重要 今次我們多謝 我們的玄學家 吳佩夫師傅